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搞国际关系的人 我最喜欢讲权力斗争 我们上次也开了点头 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和这个世界银行集团 英文就是World Bank Group 或者简称有些人叫WBG 因为上次也特别提了 World Bank Group 就不等于World Bank World Bank Group是大一点的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搞错的 实际上我经常觉得有意义 应该说很多人不知道是这么分 World Bank有一个 Group 其实World Bank有两个机构 World Bank Group有五个 是的 哪两个B5构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说World Bank Group World Bank Group 其实是指五个东西 那五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金融公司 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是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在后面 就是国际投资增端解决中心 是的 其实你说我听到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有限公司 是的 全部都是商业组织 好像是什么商业组织 其实是对的 其实世界银行 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银行 不是真的是一间银行 就是你不要以为好像那些什么 外面有什么汇丰 中银 它不是那些东西 其实是几个金融组织 就是合同一个 刚才也说了 如果我们说的世界银行 其实指哪两个呢 就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和国际开发协会 我们通常就叫这两个组织加起来就叫做 世界银行 是的 如果我们五个说呢 我通常都叫做世界银行集团 OK 好 这个就是基本概念 我们搞清楚 但是这样 这一堆类似商业机构的东西 它背后有没有官方的资本 或者各个类似的东西 或者官方参与 是的 这个就是一讲到这里 就是害郑林sir那一番 我自己觉得也是有点阴谋论的 就是上次我们也说过 其实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做的 就是二战打赢之后 那些国家做的 是的 布雷顿森林会议 是的 去到后来的时候 虽然他名义上就是联合国 几个关于财金的会议就做出来 是的 但是如果心水清人都知道 联合国投票又怎样投 数人投 一个国家一票 你会员大会就数人投 你还要过上任理事国那里 是的 上任理事国你市内一票过不了 他有否决权 是他有否决权 会员大会就是一人一票 但是最终的把关就是在上任理事国那里 是的 但是不要管了 投票的时候都叫做一人一票 是的 但是去到金融组织 那些什么呢 如果你要讲 一定要讲阴谋论就当然了 就是好像你买股票那样 哪个的话最大事 美国 就是大股东 对 大股东 哪个手上你最多股票是哪个 现在整个契系 你买股票也是看华尔街的 难道看中华吗 是的 所以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世界银行 所谓投票 哪个有最多股票呢 大家知道 当然是大股东 哪个大股东呢 当然是美国 美国欠制最多 我觉得他这个真是搞鬼 这个就是美国财政最厉害 因为美国在世界银行那里 基本上他都玩了 为什么通常人说他最玩了就霸道呢 因为美国在世界银行那里 就有15.8%多的投票权 为什么15.8%都玩了呢 因为世界银行里面的投票 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 就是如果你要通过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有85% 就是所谓的股权 就是如果你用公司的角度来想 就是总之就是除了一些很小的东西 就是门槛低一些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重要决定 就一定要有85% 但是自己在美国欠了15%多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说No 因为他在比例上占了很多 就是他一say no的时候 无论你其他人都投杀Yes 都是84点多 那就不用过了 所以就简单来说 就整天的人就说 就是美国在这里玩了 事实上也是 为什么呢 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就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总部在哪里 就是华盛顿 是的 就是华盛顿 是的 那就哪个票最多又是他 是的 还有就是他 主场 又主场 主场 就是世界银行 就是总有一个行长 是不是 行长是什么呢 就是从成立到现在 全部都是美国人 简单来说就是他主场 是的 又是他打赏 是的 最多票也是他 华盛顿也是他 是的 饶式也是他 所以就完全符合了 林sir的阴谋论的定义 是的 他全都玩了 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看 就是这些 这些 世界银行的影响力这么大的时候 我看回他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其实你配合他看的时候 他经常都说要将所有 就是所有的防线 就放在别人里的 当然 这些这么大影响力的机构 他一定要主持 如果不是呢 如果他落在别人的手上 那对他来说是不利的嘛 而他的所有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保证美国人的利益 这个是林sir的阴谋论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他的白字黑字 那么世界银行集团 他自己说自己做些什么 上次也有说到 就是开始的时候 世界银行集团 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是 就是协助重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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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刚才那个是美国的天下 这个还搞笑这个 IMF是欧洲的天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个之后我们先买个关子 先说一下这个IMF 它说自己做些什么 或者实际操作 它说做些什么 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分清楚 就是世界银行 某程度上就做一样东西是放数的 对啊 太古了 总之就协助别人的灭贫 总之有些灭贫的好巧 就借钱给你做 IMF的主要的职责 就不是放数的 它做什么呢 它就是稳定金融体系 监测 对了 就是监测和买 去支持这个货币制度 因为上次都说过 自从没有了黄金 在这个就是银子的背后之后 其实大家就只有个顺子 那怎样信得过你呢 就是当我拿着你的银子 去买其他东西 买到就信你了 买不到就信你了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支持 一些所谓货币的价值 是吧 就是 譬如 譬如美金 嗯 那个美金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很不想要美金 那你就不断地 就要拿美金换其他东西 嗯 当是换欧洲 欧罗 是 如果他只会让美国不够换 那怎么办呢 那他会去找这个IMF IMF其中一个呢 就是去支持他 其中一个支持的方法 名义上叫做贷款 但是事实上呢 就不是的 为什么呢 就是给你一些钱 他不是给你美金 他是给什么呢 倒转他给你欧罗 因为那些人想换欧罗 所以他就会给你一些欧罗 你那你就收回美金了 那这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是贴着那个货币市场 它继续是一个循环 因为如果他只会换不到 换不到就代表你的货币是减的 那所以就 IMF其中一样做就是支持货币 那就是刚才都说了 就说这个是 是欧洲人的天下 那一定要说一下 它的组织是怎么样 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实就 那个架构挺大的 但是其实最顶顶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叫做理事会 那理事会就有很多的代表 那就是每个理论上 就是每一个会员国 都会派一些代表进去的 那么就 有没有总裁的 是有总裁的 通常是哪个国家拿旗呢 那就是刚才都 刚才是美国嘛 都给了很多提示 这个是欧洲的天下 那很明显就是在欧洲做的 就是由开始到尾 就是除了一两次 就因为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在做 就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理由 做不到 就给了一个美国人上去 就是做住了一阵之外 就是从正常途径上去 做的那些全部都是欧洲的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这两届巨头都是欧美的天下 就是反映着欧美的金融体系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OK 那我们就说 就是都说他选了 那怎么选呢 就是每个国家的代表 是的 他就会在不同的人那里选 目标就是选24个出来 其实在中间都有一些特别的 就好像联合国那样 都有一些所谓上任理事的物体 就是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就是我们的中国 是 就是俄罗斯 而有一个很厉害的 沙特亚一把 就是都有权 就是好像上任那样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他代表中东世界 就 还是石油 因为石油输出国有他份呢 那这个就是要查记录 总之就是这几个就是所谓的 你沙特可以进去 因为他背后名义上 叫做美国的盟友 都叫做在中东地区 除了20年之外 美主盟友好一点 有阴谋论 是的 就是说好阴谋论 我们一定要说投票权 是的 继续 又是几个人 又是投票权 在现在来说 投票权最多是哪个呢 在IMF 实际操作上 最高那三个就不说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说实际操作呢 因为刚刚之前在一零年的时候 其实就通过了一个议决的 就改一改 因为一零年有什么呢 有金融开笑之后 是是是 那些发展中国家就出声 就是你要我帮手都行 是 除非你给了一些投票权 所以就谈了一个新的方案 现在就未正式实行的 是 那在那个方案是说什么呢 今次美国有十六点几个percent的决权 概念就跟世界一样 都是一样的 那他就有否决权 是的 但是第二个是哪个呢 因为谈完之后 中国多一些 第二就去到中国了 六点几 周园 好过以前 未谈的时候 都可以跟大家说 三点几的中国 好像很厉害 谈完之后就多了一大 又有一比较才会很厉害 那么第三位是哪个呢 第三位是日本 日本 那么就笑中国一点点 他是不是要特意有设计日本出来 制衡一下中国 那就是原本第二是日本 那其实 为什么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反映着那个 经济力量 是的 经济力量 因为中国爬了日本 是的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第一就是美国 第二就是中国 第三是日本 所以大概都知道 就是这两个 那理论上应该是德国都占不少 因为你排队的话 其实倒数到后面 就是英国 法国 德国 都很投 那么大概 我们刚才说这两个巨头 但是你欧洲人的天下 但美国仍然有那么厉害 对啊 为什么 但是选当时 就是大家就暗减 就是有些共识 就是在 倒回来 就是在 世銀集团那里 就选过美国 那么美国 就是选开你 那么去到IMF 那里就选过 就是这里 我们经常说 例如说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有时是政府 和一些私人机构 或者NGO合作 大家去管理 或者政府 一个国家的政府 和地方政府合作 去管理一些世界性的事务 好了 但是你现在看到 就是说 例如说 这一类型的机构 我们经常在 全球治理会见到的时候 仍然是台底交易的 就是阴谋论的 林sir就说台底交易 那么我就会 你不是这样 你都是一个权力的交易 我就会形容为 这个是一个 就是默契 就是好像踢对球 这样 就是大家不同球员都 就是这球 我交给你 那么下球 当然是你交给我 但是问题是 你第三世界 那时候没有生出的 就是 是的 那么其中 所以就是 就是当我们了解 这两个机构的时候 都知道 就是其中一个 很大的回响 就是 这两个国家 不是 这两个机构 是的 这两个机构 其实是反映着 欧美国家的利益 就是多过世界上 就是除了欧美 其实世界 还有很多国家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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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其他就好像 不侵他玩的 不是 他全都玩了 他不是不想玩 是不能进去玩的 如果用 林sir的阴谋论来说 就是 给你玩 就多过 是侵你玩的 不是 是玩你 就多过 认为你玩 是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 特别是所谓的 发展中国家 就会形容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政治组织 就多过是一个 金融机构 是的 有见及此 其实没理由只是说旧东西 一定是新料的 是的 有什么新料呢 就是如果是说 就是 那段时间 是 就是说这两句头的话 如果今时今日 如果说过经济金融 是 就有哪些国家是最出名的呢 金砖是金砖 是的 金砖 金砖五国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是 是 如果不知道的话 都可以提一提 对 说一下 对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大家拿个字头 有时讲四国 为什么会有时讲四国 有时讲五国 那 也有段估计的 也不是估计的 是事实 就是本身四国是哪个呢 就是前面 就是break 是的 就是BRIC BRASIO R R Russia India 和China 加起来 那就是break 这个的确是的 因为的确是有高城那边有个分析员 是 最初真的只有这四个 就说这四个 就是他们无论在人口 土地 资源 贸易 经济 都很有发展潜力 就是在 他们就预测在将来 这四个国家就应该 就是可以带领 世界的经济 世界的经济 但是呢 初初那次呢 这四个国家 因为 就是 都见到有报告的时候 都自己 整个确议部 本来只有他自己四个玩 是的 但是后来呢 他们开会之后呢 开了几次之后 就侵入了一个新国家 南非加进去 所以就叫做BRIX 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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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由博一开始 就是金砖四国 变金砖五国 OK 金砖五国有多厉害呢 我们这次就不特别说了 但是 金砖国家 就跟刚才我们说了 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巨头 那两个巨头 什么关系呢 因为 都挺新鲜 滚热的 都是近这几年的事 就是 就是金砖五国自己 做了一个新的金融 金砖国家 什么银行 金砖国家银行 开发银行 就是 统称 通常外面的人就叫做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但是其实人家正式有个名字 就叫做 New Development Bank 人家叫做新开发银行 这是官方的名称 新开发银行 但是 通常的人因为金砖国家 金砖银行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它在做的事就跟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个金融 就是IMF和 World Bank Group 其实概念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因为背后的金主不同了 是 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说 其实是维护 就是所谓的主要就是 它自己的五国利益 其次是什么呢 其次就是一些 就是刚才说的林sir的阴谋论 就是一些被违气和被玩的国家利益 很正常的 你想想如果我们从权力平衡的角度去看 那你本身的IMF和 你World Bank Group 就是被欧美玩了 那你现在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其实一方面就是 战略伙伴 另一样东西就是说 说实际上美国 就是投号的对手就是瞄住这两个的 那他们自己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 自己做一个国际组织出来 平衡一下世界的力量的时候 是很正常的 是的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名义上 就是说 就是做的东西就好像那些 一样的 就是国家发展 就是维护货帮 大家斗争生意的做出来 但是就是 像林sir的阴谋论所说 其实就是 就是在今时今日 我们读通识也好 看经济也好 金融也好 就是背后有很多政治的因素 一切 就是所以 是还还相求 所以就是说 将来这个 就是这个组织究竟是 做成什么呢 暂时就 就是都 升并以待 升并以待 那 那就差不多了 是的 我们都说了很多 就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这样说 就是说好像很阴谋论 就不是说这些组织真的很差 他们真的做了 就是很多实在的工作 但是其实 就是除了这件事之后 它背后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呢 我觉得 这件事 我刚才扮演那个角色 很明显是一个 全球化怀疑论者 通常会说的东西 也是很多学者会质疑 一些大国在 这些机构里面 他们在工作的当中 背后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是的 为什么我们特意说这么多 就是因为 如果说回官方的一口吻 说做了什么好事 其实大家自己想回 自己上违基都这么好 违基都有些阴谋论 最好就是 他自己官网 他自己官网 一定说他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希望为大家带来 多一点的思维复党 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